医疗技术日渐发达 台中市中国副医就透过基因体定序 分析可能离患的疾病风险 像是肠道菌相检测 从菌相的种类还有树木多寡 就能看出是否可能离患大传癌 或是胰胀癌等疾病 及早发现及早预防治疗 采集口腔细胞萃取DNA后就能进行基因检测 中国副医精准医学中心 透过基因体定序还有生物资讯分析系统 提早评估疾病风险 那这个目前已经一来一了解 就是这些布满门前身的这个维生物体 是非常重要跟我们健康都有关 那特别是在肠道菌的研究 发现说它跟各式各样的疾病都有关 而精准医学当中的肠道菌相检测 从菌相的数量和种类就能评估疾病风险 肠道菌除了影响肠胃功能和大肠癌 胰脏癌肝硬化也息息相关 将病人和非病人的肠道维生物体放在一起比较 可以看到非病人有更丰富的肠道菌相 未来可以用来辅助胰脏癌的诊断 还有一个就是利用这个技术来做癌症病人的追踪 比如说那个癌症治疗啦 或者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那你要评估你的治疗方法好坏 那你可以利用一个技术叫做益态切片的技术 来作为那个追踪的方法 坚准医学考量基因体差异生活形态给予诊断 可以当成疾病资讯和评估风险 及早发现及早预防治疗